为了守护偏乡长辈的势力 云林县卫生局在六个乡镇举办偏乡巡回配镜的服务 将专业的艳光师请到现场免费帮长辈来配眼镜 同时也和医院来合作提供长者身体能力评估的服务 希望让每一位长辈都可以得到最完善的照顾 为了守护县内长辈的势力 云林县政府推出65岁上长者免费配眼镜的政策 只要带着身份证、证本以及影本来到配合的艳光所 就可以免费配眼镜 考虑到有一些乡镇没有配合的艳光所 卫生局特别推出巡回配镜服务 在土库、包中、园长、大皮、谷坑、林内等六乡镇办理 让长辈可以就近免费来配镜 本次的配镜活动来到园长香来办理 也和医疗院所合作 在现场提供长辈身体能力的评估 希望可以提早发现问题 达成预防及延缓失能的目的 视力是影响我们长者生活功能 还有很容易视力不好 很容易造成危险 所以我们也结合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针对我们的这些65岁以上的长者 进行ICOP的六大面向的一个评估 那评估我们希望能够早期发现 他的问题那早期的做转介 然后预防远防他们失能 也可以降低我们长照的一个成本 目前土库以及园长的巡回配进服务已经结束 其他四乡镇的乡亲可以向卫生所报名 或是上网路查询配合的厌光所免费来配进 记者李宏博采访报导